艾菲 麥萬坦 我們現在馬上幫大家做一個測驗 艾菲爾老師就來測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出現一線曙光嗎 給自己點意外 好 大家趕快看過來 現在馬上要過世難節了 大家都很期待一線曙光 能夠出現在你的生活當中 我們今天用的牌 其實都跟一個困境有關 大家仔細看這個牌 其實都不是像過去的牌 這麼樣的華麗或這麼樣的幸福 每一張牌都是一個困境 拼你的直覺選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一個部分會出現一線曙光 我們看一下第一張牌 它是一個年老的人 面對一個好像打不開的門 二號牌是一個老太婆 手中拿了好像布娃娃的插針 三號牌是一個好像已經吃喝 都已經這種非常糜爛生活的人 看電視 對 看電視 四號牌是一個人好像站在高處 那後面有一個鳥籠 那五號牌呢 是一個穿著這個黑色袈裟的人 坐在一個好像墓地的感覺 憑著直覺選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一個月 你在哪個部分 這還能選嗎 這哪一個能選 老師我剛剛不停的給我們觀眾朋友 一線曙光的希望 你自己 很灰色耶 但是呢就是從這個灰色的情境裡面 找到一線曙光 四人加好了 二號 四人加好了 好 周老師 很為難耶 好 一號 好 我也來一號 好 我也要一號 好 一號 篤林哥 我選 當然是選那個看電視吃零食 不用減肥 什麼都不用管 好 我個人 就選擇五號 好 OK 五號的墳墓 每一個那個 沒有關係嗎 我們測測看 每一張牌呢 觀眾朋友都選好了 那我們現場也都選好了 好 我們來先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三號牌 篤林哥選的 吃喝都不愁的 就坐在電視機前面看電視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張牌的話 烏蘭哪一個部分會出現曙光 心血管的疾病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曙光是哪一部分 錯 好密集數是60分 還不錯 我們來看哪一部分曙光 是屬於樂透曙光 什麼意思 這個牌是恐怖的 但是裡面是好的 對 因為這張牌 其實暗示是一個失業男子 從國外 或是國內的一些 這個中樂透大獎的 常常有很高的比例 都是一個失業的人這樣子 所以選到這張牌 所以他沒有失業 篤林哥沒有失業 他沒有失業 他說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張牌 但是如果說 你目前是工作不順利的話 那選到這張牌 未來一個月 其實就是有樂透曙光的暗示 太棒了 就是會重頭彩 然後但是結果還是 Why no people 像小寶的人 不錯啊 是 好 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選到的是這個 輝文選到的是4號 這個有鳥籠的話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4號牌的話 這哪一個部分會有曙光 我們來看一下 曙光指數 曙明指數40分 還好啦 我們來看是哪一個部分 這屬於戀愛術 我可不知道 那麼久沒來 你自己都在做些人罰手了 你在想什麼 我覺得他已經不需要了 這一定不準 我覺得他這麼久沒有 我懷疑他姓像都改了 沒有 艾菲爾就不準 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牌 因為這張牌 他其實是一個人 走出鳥籠的暗示 他其實代表是說 過去可能是封閉自己對愛情的渴望 現在總算走出過去對於愛情中的陰霾 所以你只要走出 對自己的過去的愛情的不順利的話 未來其實會有戀愛的暑光 走出陰霾至少應該80分 那40分 但是你就是還是要主動積極 不要就是 對 好 我們再來看 好緊張了 如果觀眾朋友選到的是1號牌的話 有這個威阿老師還有兩位周老師 以及觀眾朋友 如果選到這個一個人 面對一個這個芝麻開門的門 到底未來的曙光在哪裡 為什麼可能會好呢 我們來看一下 曙光彈霾 非常好 是屬於轉職曙光 就是一推開 對 開了一個新門這樣子 對 代表說 如果說你現在是在面臨這個工作轉變 或是面臨這個職場的轉換的這樣的朋友 選到這張牌代表是說 其實未來一個月 也許就有這種工作中的 這種新的機會出現 那也只要你願意勇於嘗試的話 其實你不管走哪一個行業 都會非常順利的是一個轉職曙光 好 那目前我們來看一下 就先看 像20跟100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中博的 這個插針的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觀眾朋友如果選到這個 未來的曙光在哪裡 好 一直就是二十分 害人之心不可有 是屬於心情焦躁 這平常就有了 我以為它是這個陷阱 你知道嗎 對 因為這張牌 它其實暗示就是說 你心情煩躁 你只會比較是自我傷害 或者是說你比較會是無病身影 或者是一種是想要去 這個傷害自己的狀況 但如果選到這張牌 未來的曙光可能還暫時不會出現 不過沒有關係 只有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心情稍微平靜一下就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的最恐怖的是這個 墓地的有這個淨存解決 觀眾朋友 來看看 到底曙光在哪裡 亂講的 曙光是100分 這隻死地的後勢 是屬於嘉欣 林透理 在墳墓上 對 因為這張牌 注意一下 它手中拿了一個這個漏斗 它其實代表說 等待這個嘉欣的時機 那這個雖然是說 感覺上是墓地非常恐怖 但是其實也是一種就是 整個身心靈的轉換 你在嘉欣上面或工作上面 其實也期待 自己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選到這張牌 未來一個月 其實是跟你老闆 談嘉欣的最好時機 真的 大家不要看到墓地就很害怕 你沒看到我們做夢 如果夢到墳墓是會發展 對 真的 那是重生這樣 來問一下輝文 輝文採訪過很多欠債的人 但是他們都是一個 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還被逼到就是不想活 對 這個應該像剛剛前面 討論這個案例 因為鍾博講的是目前 審理判決的結果 可是我們有一部電影叫做 超完美謀殺案有沒有 我不能講說這件事情 是一個謀殺案 我也不能講說它是超完美 但是目前為止 這個證據其實非常非常薄弱的 所以雖然這個前夫還有他哥哥 目前沒有拿到任何的保險的理賠 可是到了二審三審很可能被推翻 所以可能還是可以拿到錢 我不能說完全說一定拿不到錢 因為死者已矣 然後人證物證什麼 相關的證據都很薄弱 所以你看到 因為那天為什麼那新聞很大 就是說 後來有看到這個錄影單 就是說他在電梯裡面 在遇害的前幾天 跟他的前夫在電梯裡問別這樣 怎麼會有這樣的念頭 剛剛你的問題說怎麼會想不開 我們看到很多社會新聞案件 就是說已經走投無路了 其實是錯的 我們台語說走低路 就是我一走了之 比如說我去尋短各種手段什麼 那個觀念都錯的 為什麼 因為剛剛周杰也提到說 其實是有路可以走 不管你是遇到地下錢莊 遇到那個什麼資產管理公司 或是銀行跟你B站什麼 你一定有路可以走 你走不會解決任何問題 因為他們偷小人腦筋是死的 你知道嗎 今天爸爸走了找媽媽要 爸爸媽媽都走了找小孩要 小孩媽媽媽都找不到找爺爺要 他去討嘛 因為他的工作就是討債嘛 你走了 你以為說我走了 而且他不像銀行 還要說看法律幾等親戚的 才沒有 只要有關係他就要 沒有 地下錢莊是不講法律的 他就是跟你要錢嘛 之前有一個案例就是那個 計程車司機他自己想不開 結果把車開到便宜的地方 然後就走了 然後警方就通知家屬來說 你家怎麼趕快來認這樣子 結果家屬趕來的時候 這個死者的行動電話響 地下錢莊打來了 電話響了 大家也不曉得拿來接說 喂 你找誰 他 他已經不在了 人已經走了 那不管你還是要還錢 還是要還錢 地下錢莊到這個地方 你被你逼在的已經尋短了 他也不放過你 他還是跟你家屬要錢 所以尋短絕對是沒有解決問題 地下錢莊的討債方式就是 他會讓你不想活 但是他還是會讓你繼續活 但他被殺死你就對了 但是如果你 但如果你自殺了 他就從你親人下去走 比方說像之前高雄 一個討債集團 那個討債方法真可怕 他今天去找毒林哥討債 結果怎麼辦 你沒有錢 沒關係 我把你抓來 我就把你抓來 抓來之後 他就把他直接囚禁在 他們的公寓裡頭 這一囚禁囚禁多久 半年 那時候警察去的時候 破獲這個討債集團的時候 把那個鐵幕打開的時候 裡面關了三個被討債的人 這三個人呢 比方說毒林哥警察問他說 你關多久了 九個月 關多久了 你關多久了 七個月 這些人都被這樣關耶 他把他關起來 他又不能賺錢 叫你媽去籌錢 叫你爸去籌錢 對 而且關你們這些人 也不用付出很大的成本 因為為什麼 因為毒林哥你現在穿這套 綠色的外套加黃色的襯衫 九個月之後警察去破獲 抓到你 救出來的 你還是穿著這套衣服 你穿聖誕裝 你就還是聖誕裝 然後他們吃的東西 他們吃的東西也不用煩惱 因為都是為聖菜生飯 他的聖誕裝都不會被撕掉 都沒有 所以討債集團的方法就是 他讓你心生恐懼 你不怕 你說你不怕死對不對 你不怕死沒關係 你媽媽咧 你爸爸咧 你爸爸怕不怕死 中某 我們看到那個報紙複刊 你說討債集團 就是很恐怖 但沒有人會去跟討債集團借錢 但是我們跟那個什麼 退休王媽媽 或者是公務員 退休老師 這些 那退休王媽媽 就是地下錢莊的媽媽 那更可怕 你知道嗎 其實那些都是 以報紙翻開 什麼退休的鄉裡 什麼女人的錢 很善良 慈悲好上 那個都是 全部都是地下錢莊 今天要不是周姐對不對 他是理在達 因為他過去有這樣的經驗 今天如果在報紙上登一個 理在達人周姐 不要相信 你懂我意思嗎 你說小方塊的那個 對 我是說 他會用很多很多的明目 把他弄了一副 他好像是大善人 還是拜託 借你錢 怎麼會是很善良的 利息高達百分之百 百分之兩百 怎麼會是什麼善良你周姐